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敬文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那诸位法友 我们继续进行般若波罗蜜 六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也是我们的三论中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种法义跟修行 波罗有什么用呢 波罗它是一切法的本性 因为一切法毕竟空 一切法依缘起而成立 波罗也是谜与物的根源 众生之所以有谜有物 凡夫有外凡 有内凡 圣人也有三圣的不同 究竟与不究竟都是由于 对于这个波罗十项 迷雾的深浅而来 波罗它有两大作用 第一 正真实以托生死 第二 倒万行以入至海 我们分别来看 正真实以托生死这一点来说 波罗是三圣所共 经论里特别提到 如果离开了这个空 离开了空的这个解脱门 想要走这个门进入解脱 没有希望的 无道 无涅槃 要解脱必定有这个门 大制度论里面有人问 波罗它好像是菩萨 所修行的六度 为什么三圣圣者都应该要学波罗呢 他不是专属于菩萨而已吗 龙树回答说 波罗波罗蜜里面说的 诸法实相就是无余涅槃 无论声闻原觉菩萨 三圣都要修这个无余涅槃 在波罗波罗蜜里面说到了 若离空解脱门 无道 无涅槃 所以三圣都应该要学习这个波罗 应老说 正真实以脱生死 是因为众生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体正空这个如实相 因而依着缘起而流转 如果要解脱生死 必须要有这个空 空观作为一种方法 这种观察的智慧 也可以叫做正见正观 正思维或Vivassana 也叫做波热 如果从文思修会引发了波热 才能够离烦恼正解脱 因此说 离开了三解脱门是无道无果的 波热的另外一个妙用 第一个妙用是三圣都能正如解脱 第二个妙用是菩萨的波热 又特别有他不共的妙用 导万行入至海 因为大圣的波热 不止自己解脱生死 还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可以修行什么法门 如果修布施持戒 不跟波热相应 那么会有人天福报 但不能够得解脱 不是成佛的资粮 而菩萨综合了智慧跟慈悲 以空慧得解脱 又以大悲 而且无所得的智慧作为方便 因此可以有种种的万行善行 来普度众生 那么所以说 波热两大妙用 第一正真实以脱生死 这个三圣波热都有 第二个倒万行一入至海 这一点是修菩萨道的菩萨波热 不共的地方 这二处是波热之妙用 接下来应老的祭送里有提到 波热这么重要 他修行的次第该怎么修呢 陈伯的智道的祭送里面说 信正是由修德 修附由文以及思 善有几多文 实为会所依 那么文思修正在辩中边里面 特别提到了 大众有十法行大圣里面 有这十种书写 我们抄金 第二供样 第三把经典诗给其他人 经书的布施结缘 有点像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 印了很多的佛书 假设有人在诵读 在的时候专心的地听 或者是自己来读 自己来研究 第六个是受持修行 不但自己修 第七是为其他人来说明 这个经文的义礼 就像基金会的各种课程 第八是封诵大圣的读诵 第九思维经中的义礼 第十进入修行 大圣的修行有这十种 这十种正相应于文思修 余协师帝论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 那么论文就不再特别的读过了 跟刚刚的辩中辩论是同样的内容 这十种罗列在这个表上面 由书写为第一到第十样是休息 第一点到第七点属于文会 无论是自己抄经 或者是自己把经典结缘给其他人 或者是自己受持 或者是为他人说 这都是属于文的智慧 文会 第九项的思维 就是思维其中的义礼 思维观察 这是思慧 第十项的修习 就是修慧 文思修 在对应上了正 文思修正 这几样如果用般若来相对的话 文会是文字般若 思以及修 是观照般若 在观照思维观察诸法的十项 到了真正的印证 就是十项的般若 那么前两项文字 以及观照的般若 是属于世俗的般若 十项的般若呢 是属于圣意的般若 这十法型对应上了文思修正 这个就是修正 般若的修习次第了 般若这么深 诸法实相 大家都想要知道 什么是空 什么是八部 但是他的修学 有他的次第 由小入大 由浅入深 所以又有一个大制作论提到的 先修了小小的方便门 接下来慢慢的修正就可以印证到了 十八空而得到大智慧 大制作论怎么说的呢 般若波罗蜜有两个部分 有小有大 想要得到大般若大智慧 那么还是要先来学小方便门 想要得大智慧 就要先学习十八空 观察自己的 严格笔舌生意 内空 观察外面的色身相会处法 外空 观察内外空 等等的十八空 安住在这个小智慧的方便门 就能够得十八空 什么是方便门 对于这个波热经 能够读诵它 能够正确的意念它 能够如理的思维其中的道理 而且能够如波热经所说来修行 这个就是进入十八空 进而入大智慧的小方便门 读诵意念思维 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这些作为基础 就能够正入十八空 正入大智慧 龙树还举一个批语 假设有人想要去得到 种种的珍珠玛瑙 种种的珍宝 那么要去大海里面去寻宝 因此如果要得到内空 外空等十八空 这些三昧智慧的宝 就要进入波热波罗蜜的大海 这是修正波热的次第 文思修正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下面的寄宋 同样是波热的寄宋 大家如果手上有讲义科判的 在第四页 波热本无二 谁畸形有别 波热诸经论 与此最亲切 波热 无论是所有的圣者 所有的诸佛 菩萨所正的波热都是一样的 但是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 因而佛有种种的说明 在这里面 所要依据的经以及论是波热的诸经论 今天会详细为大家介绍 哪些是波热诸经论 关于这个寄宋 还有另外一个寄宋 跟他的义理有类似的 是在汇通 义说大圣三系里面的 第一个寄宋 善巧抉择里面 这个寄宋有类似的 说明 法性本无二 波热就是诸法实相 就是这个真理 其实也就是法性 法性本无二 随积说诚意 随着众生的根基 因此佛陀的说法 就有所不同 有说中观波热的 有说为世的 有说如来藏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 这个波热本无二 随积行有别的这个寄宋 波热本无二 法性本无二 说波热本无二呢 一切圣人所证得的波热 都是相同的味道 相同的波热 甚至于波热 这个诸法实相 其实心佛众生 同样都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实相 所以有一部经 《佛说照相度量经节》里面 这么说 很多的大德还有应老都会引着 这里面的文来说 同一个鼻孔出气 只与三世的诸佛 同一个鼻孔出气 三世的众生 无论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 无论过去现在未来的佛 都是同一体来观 则呢 向由心所生 心跟佛 也是同样的心 佛众生一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主要在指 波热体正的内容 无二无别 菩萨也有正道部分 虽然不是最圆满 十方诸佛是圆满的正德 这个波热 虽然有的人只正部分 有的正德了圆满 这个波热的味道的本身 是平等平等 同样都是波热 只是正道的少部分 或正道圆满 针对这个波热 无论在教义的开示 或者是修观 本来是一样的 是没有二制的 法性本无二 又在说什么呢 要能够解脱生死 要能够成佛 都要能够证悟法性 一切法的本性 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 这个一切法的本性 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呢 就是无自信空 是一切法都具有的 这个法性本来无二无别 它是骗一切一味像 骗一切一味像 应老也有提到 它的典故来自于解身密经 经里面佛陀这样开示 修观 修这个Vivassana的必除 必除就是比丘 那翻译的因 它通达了一个运 它在五运里面 无论它修哪一个运入门 修了 已经修行得正了 印证了这个真如 印证了圣意 印证了法无我性 真如圣意 法无我 这是重复的在说真理 同样的名像 印证了这个无我 印证了这个圣意地的时候 它只要印证了 更不寻求个别余运 它如果真正印证 它不需要再去从其他的运 其他的眼耳鼻舌生意处 色身相位处法处 不需要再从缘起 再从四时 再从四地 再从六界或十八界 再从四念处 从四正段 从四神竹 从五根 五立 七觉之 八正道之 再去寻求另外一个 真如圣意 法无我性 虽然它修的法门 只有那一种 但是只要它真正通达了 真如圣意 法无我性 它其实 并不需要再另外寻求 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方法 因为它就是已经印证了 真如圣意 法无我性了 这个真理的味道 它已经尝过了 为己随此 真如圣意 无二字 作为一字 对于 骗一切一味相的圣意地 圣意地 就是一切法的如实相 一切法无自信空 对于这一点的道理 审慎的观察 而却去证 这个圣意地 是骗一切一味相的 修五蕴 而印证了圣意地的人 印证的是这样子的圣意地 修缘起而印证圣意地的人 所印证的圣意地 还是同样的圣意地 虽然法门有所不同 修行的过程有所不同 如果真正证悟了 这个真理是同样一种味道 同样一种境界 没有不同 所以如果有个大师 有个圣人 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印证了真理了 另外一位 他也说自己是大师 是圣人 他也说我们是印证真理了 这两个人方法可以有不一样 说明的方式也可以有不一样 但是他们如果真正印证了 这个最究竟的真理 这个真理的本身 应该是一致的 不可能有两种不一样 所以般若本无二 法性本无二 这个真理修任何的法门 真正印证都是同一种味道 那么这个真理 甚至于现在我们的凡夫 凡夫也是依着缘起 因缘和合而成立的 依着缘起 而自信空的这个缘起 自信空的这一点 所有一切法都是平等无二的 凡夫诸佛心佛众生 平等无二 所以说法性本无二 因此在解释秘经里面 有一个祭宋这么说 对于这个圣意地 此片一切一位像 圣意诸佛所无异 这个圣意地 诸佛 十方佛所说的圣意地 都是同样一种真理 都是片一切一位像 假设有人在这里面 还要做种种差异的分别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圣意地是这样 未来弥勒佛所说的 圣意地是另外一种 两个不一样 如果有人有这样的一分别 这个人一定是愚痴 他一定是一个真商 他自以为是 所以真理是无二的 再来无论是恶圣的圣人 无论是菩萨 无论是佛 都正入同样这样一种真理 同样的法性 大波勒经里说 若一切如来 应供正等觉 这都是在说佛 他们所觉悟的真如 或者一切友情 也是依着这个真如 依着一切法自信空 而依着缘起而成立的 一些友情的真如 还有一切法 无论色身相畏处 无论眼耳鼻舌生意 这一切法 也是依着缘起 无自信空 这一切法的真如 这所有的这些真如 无二无别 是同样一种真如 为什么呢 波勒经里说 一切法本性皆空 凡夫也是本性皆空 圣人也是本性皆空 一切法也是本性皆空 都无所有 无二无别 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一切法性本无二 大波勒经里面又有这样说 诸一身 一身法 一身就是凡夫 一切凡夫的平等性 那修有的人的根性是 信心比较强 随性行 有人的根性是比较喜欢呢 去验证这些法的道理的随法行 不同根性的众生 或者是预留法出果 或者是一来法二果 或者是不还法三果 或者是阿罗汉 乃至独觉 乃至菩萨 乃至佛 像这样 一切法的平等性 都是同样一种像状 就是无像 一切法无自性空 一切法无自性 所以没有固定不变的像状 像状是依缘起而成立的 就这一点来说 就无像空这一点来说 一切法一切众生是平等 无二无别的 那但是我们常常听到金刚经这样讲 一切贤慎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无违法说不上差别 但是智政的浅跟深就有不一样 就像三寿渡河 三鸟出往 同样渡过那条河 同样在解脱的天空里面 这个所证悟的这个解脱 本质一样 但是浅深会有不一样 就好像虚空本来就没有差别 如果是一个方形容器里面的虚空 我们说它是方的空 圆形容器里面的空 说是圆形的空 无违法的本身是谈不上差别 依着智政的深浅而有差别 大致论里对于这件事情说明得非常清楚 徐普提他认为说如果诸法十项里面 如果到如果捏盘呢是无所有的 既然无所有为什么还会有所差别呢 为什么还分别说出国乃至辟之佛 身闻原觉他们还有习气 习气没有尽 佛陀的习气就有穷尽 为什么还会有差别 如果二者所证的这个智慧 证的般若是一样的 为何二者还会有差别 身闻有习气 佛没有习气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一只小白鸽 他被老鹰追逐了 因此他看到了僧众在下面 他就想要躲到僧团里面去 他刚开始躲在设立佛的脚边边 过了一下鸽子还是觉得 这里不够完全的安稳安心 后来他躲到了佛陀的脚边边 鸽子就完全的放松自在 一点都不害怕 最安心 这个故事的差别在说 设立佛虽然断尽所有的烦恼 但是还留下了一点点习气 佛陀连习气都已经干净了 设立佛有什么习气呢 设立佛的智慧很高深 但是他的撑的习气 脾气比较不好 我常常也会遇到 有些人思考的快 看得清楚 他不是对你不好 他是看到这个不应该这样做 这样做不好的 这个是习气 他的心里面没有生理气 也没对你不好 但是个性比较急 设立佛没有烦恼 有撑的习气 因此鸽子躲在佛的旁边 完全的安心 这个是身闻圣人跟佛 还是有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有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佛陀说三圣圣人皆一无违法而有差别 虽然因为无违而有差别 其实是在有违法中才能够说 虽佛提他就问世尊 真的吗 无违法还有差别吗 佛陀回答说 是在世俗的语言里面 世俗的名相里面 才来说他的差别 在第一法中 在第一异地 这个真理当中 是没有分别的 为什么呢 第一异里面 离一切言语 一切言语道断 这不是言语所能够说的 一切心所行也断 但是众人呢 断了这个结识 那因此呢 得入无语捏盘 三圣圣人所证得的这个无违法 这个智慧本身的味道 是同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的差别在于 智政的生前 习气的有无等等 在世俗里面来说明他 他是有所分别 有所差别的 那因此 般若本无二 法性本无二 接下来应老的祭宋 随姬行有别 那么 另一个祭宋呢 也有类似的说法 随姬说成 随着根基 那么随着根基 而有所差别 主要的原因 有三个原因 第一点 佛陀真的是顺应众生的根基 所以讲的话不一样 我对于这个人这样讲 对于那个人这样讲 随着众生的根基 所以有不一样的说法 不一样的教导 另外一个呢 第二点是 佛陀其实所教的是一样的 大家都听到佛陀这样讲 这样教 可是每个人的根基 不一样 所吸收的 所领解的 因此就不同了 这一点叫做同文意解 它跟第一项不一样 第一项是佛陀真的 就用不同的方法来说了 第二项是佛陀明明就是同样这样说 每个人领会的理解的不一样 那第三项是 根据同一本经 可是各个论 各个部派 各个派别的论里面 却有不一样的说明 不一样的描述 随机行有别 随机说成义 我们来看 第一种 随机义说 因为众生的根性 好要不同 从佛陀的随机说法 自然就会有不一致了 所以像我们说过 有一位比丘 摄地佛教他修常观 修不进观 比丘怎么都不得力 后来佛陀发现 比丘生生世世 都是做这个金银珠宝的金匠师 他喜欢美丽的东西 才能够专心 佛陀就教他 依着这个白莲花修白片 很清净干净的白 佛陀应激说法 我对于不同的众生 就说不一样的众生的法门 再来 由于呢 这个学习的人 思想方式的不一样 如来开示同一个教点 理解了这个法意 还有修行的方法 就有不同 像这样子 慢慢的就成为了不同的学派了 那么总之 根性不同 因而佛法就有这三种现象 随机一说 同文一解 经同论意 随机说成意 我们来看 在这里面随着众生的根基 而有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法性圣生 如果直接说这个圣生意 有些人听不懂 不相信 不相信还有人会毁伴 因此佛陀就会有善巧不一样的说明 在这里面 我们来补充一下大圣的三系的说法 比如中观跟为事的有 他们各有不同的学派 但是二者主要的差异在于 为事学是依着虚妄分别事 来成立一切法 这个是为事 中观呢 是依着缘起来明白 自信空 这个是属于中观 二者就有不同的说法了 又比如如来藏 佛陀呢 如来藏主要是为了有一些 本来是外道的众生 他们很害怕听到一切法空 很害怕听到无我 因为他们可能追求的是 犯我真如的这样的道理 佛陀就为这样的众生 特别说了不同的说法 说了如来藏 在《愣切经》里面这样讲 佛陀为了断除愚痴的凡夫 他们畏惧害怕 佛陀说到这个无我的金句 听到无我就害怕了 因此佛陀特别另外说这个 如来藏的法门 《愣切经》里面也这么说的 佛陀对大会菩萨说 这个菩萨不应该执着于我见 好像有一个做陶的人家 他对于这个陶土 他就废了人工 加上了水 就有木轮又有绳的方便来拉陶 做陶 做成了种种的陶器 原料是泥 那方法就是人工水跟木头 结果做了种种的器物 佛陀说我的法 对于这个法无我 这样子的道理 我以种种智慧善巧的方便 这是个式方法 而来说什么 有的时候说如来藏 有的时候直接说无我 这是种种的方便的说法 我所说的这个如来藏 跟外道所说的我是不一样的 是特别为了开导 引导那些记着着我的这些外道 我才说如来藏的法门 让他们离开了不正确的 这个我见的妄想 得以进入空无相无愿 三解脱门的境界 那么我所说的这个如来藏 跟外道所说的我是不一样的 它是跟无我相应的如来藏 这个是佛陀为了善巧方便 就说了这个如来藏法门 随积说成义 随众生的根基 而有不同的说法 另外一种是来自于同文异解 同样听到佛陀说同样的内容 彼此的了解不一样 这可能是因为根性的不一样 或者是好要的不同 大制度论里面就这样子说 佛陀所说的话 有一些罪人恶人听了 他自己有罪的缘故 忧不热闹不欢喜 如果有一个人是善人 他想要一心精进 想要入道 听了佛陀的开示 好像浮到了甘露味 这个甘露这么美好 初意好 刚喝下的时候 刚听就觉得好 中间继续听 还是觉得好 后面听完了 还是觉得好 这个恶人善人 所听到的结果不一样 那讲到了这个 我就想到了 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有时候在寺里面 也会有种种的开示 我记得有一次 好像是在讲戒 讲到了戒这个杀到盈望久 那难免就会提到了 各种的实例 各种实际的例子 怎么样是杀生 怎么样是偷盗 怎么样是等等的 那课程下来了 就有学员 就会有人这样的反应了 有学员就来 就来说 法师啊 刚刚所说的这个 真是好 这样子持戒 以前我都不知道 那现在呢 我知道说有的行为 不应该做 而且可以怎么做 我听得好欢喜 这个戒律真是好 真是保护我 我也遇过这样的学员 那一堂讲戒呢 下来了 这个学员呢 臭臭脸的跑来找我了 师父 刚刚那个开示的法师 为什么这么说 他为什么举了那个例子 他是不是故意在说我 他在说我 哪里哪里做得不对 他知道就故意拿我当例子 在大堂上面讲给大家听 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那真的也碰过这样子的学员 所以同样的法 有人听了欢喜 那么有人听了忧不热闹 这个就是一种 跟性不一样的缘故 再来 在一个很多人的纵会中 每个人都想要听 我今天来听这堂课 我想要听的是这个 另外一个同学想要学的是另外一种 佛陀就有这种能耐 佛陀用同样一个语言来回答大家的疑问 可是众生各个得解 各个都能够听到 啊 佛陀这个解答了我的问题了 我正是需要解答这个问题 同文异解 这个是佛菩萨有这样子的能耐呢 那其实在教学上 这个也是一个老师的目标之一 希望所说的课 对于对课程的种种的同学 都能够射手 像我前几天就碰到一位教大的教授 他在研究一种教学法 他说呢 他的方法 他就希望一个班上的孩子 有些人学得慢的 有些人聪明的 他所提供的教材 他的教法 同时教下去 学得慢的人 也觉得我跟得上 我有听懂一些程度好的人 不会觉得无聊 程度好的人有提供的这些内容 老师的引导 他同时可以触类旁通 去学到其他的东西 我程度好 程度不好的孩子 都能够在这个课堂上 都能够安下来学到东西 我碰过这样子的老师 他也是有这样的目标 在《维墓节经》里面也这么说 佛以一音演说法 或有恐慰或欢喜 或生艳离或断移 就种种不一样的反应了 师则神力不共法 这个佛陀以一音演说法 大家就有种种不一样的反应 同文易解 有一个原因来自于 灵解的程度不一样 有一个比喻 粪会生莲花来自于法聚精 譬如这个很脏的污泥里面 就一个污泥就丢在 那个马路的旁边 结果有泥有水 莲花生长在里面 开出了香结 大家觉得很喜欢的莲花 佛陀说就像是这个 很脏污的地方 凡夫在这个凡夫中间 能够有正觉的佛弟子 他们有智慧来照耀这个世间 对于这个经典 就有两种不一样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 莲花生在污泥很卑湿的地点 在这个生死会恶的众生里面 就有佛弟子 有智慧的人 从这个生死里面的出离得到 成为解脱的圣者 这是第一种解读 这一经句的解读 同样的经句 有另外一种大圣是这么解读的 莲花不会生长在很高 很漂亮的地方 它一定生在比较淤泥悲湿的地方 修菩萨道的人 只有在不离生死 这个会恶的世间 不断的修行 才能够修行成佛 以会光来绝照众生 两个说法都讲得过去 这就是同文异解 灵解的程度不一样 或想修的法门不一样 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又有一个比喻是 同样的雨下下来了 滋润所有的草木 可是随着草木的大小 各自吸收的水分不一样 成长成为的植物也不一样 所以经理说 法宝一味无便意 前佛跟后佛所说 都是同样的 就好像雨水是同一味 普遍能够滋润所有的大地 草木之荣却有大跟小的差别 众生随着根气 各个得到各自的灵解 就好像草木受到的 同样的雨水的滋润一样 却有的草木小 有的草木大 他们的吸收跟成长是不一样的 因而《维摩节经》他说 佛以一因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皆为世尊同其语 施则神力不共法 神力不共法 特别指佛陀的这个 威神的智慧的力量 第一点是在讲语言 有的众生说听中文 有的众生听台语 有的众生听英语 据说如果是佛说法的话 佛陀有这样的能力 让每个众生听到的 都是自己所能够理解的那一种语言 那第二个寄宋讲的是法门 佛以一因演说法 众生各个随其解 普得受行获其力 施则神力不共法 就像刚刚的那个辟语一样 佛陀演说了一个 这个莲花的法门 众生随自己的根基 有的众生领会到的是 身文圣小圣的法门 有的众生领会到的是 大圣的法门 这个随着根基的不同 同文异解里面 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差错 比较特别的差错 叫做错解 有的人还不只是所听到了 这个大圣小圣的不同 他们听到的还错误了 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大智度论也提过的 就是阿里扎比丘 阿里扎比丘 他听了佛陀的说法以后 他就到处去主张说 这个世间的欲望 世间的包括淫欲等种种的欲望 不会障碍修道的 没有障碍 他这么主张 佛陀有没有说 佛陀真的有说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先看 《中奥韩经》是这么记载的 阿里扎比丘 升起了如是的恶见 就是不正确的见解 我知道的 我听到的 世尊有如是的说法 这个行 遇种种世间的欲望 无论是妻子 或者是对于财宝 或者生活享乐的 种种的欲望 对于修行是没有障碍的 那是怎么回事 佛陀到底有没有说 佛陀是怎么说的 大制度论里 讲得更清晰 在《婆差经》里面 佛陀有这样子的开示 我的白衣弟子 就是我的在家弟子里面 不只是一两个 已经有了超过五百个人以上 他们是在家弟子 所以他们过的是在家的生活 在家如法如律的正常的生活 他们生活是怎么样 他们的身上也是涂着 种种的沾糖香的膏 这个保养香味 种种的精油 他们接受很好的香花 生活里面这样很享受 很舒服 那这些居士们也有妻子 他就有他的妻子 夫妻是一起过生活的 一起住一起睡 他也拥有很多的奴婢可以使唤 这五百多位居士 他们已经断了三节 出国要断三种节 就是五种不正界 还有疑惑等等这三个节 得虚头还得三果 这五百多人有些人得了出国 有一些人已经进了三节 而且让自己的贪嗔师比较微薄了 得到第二果 司陀寒果 佛陀所讲的是在家居士的状况 而且这些在家居士有些得出国 有些得二果 在家居士本来在出国二果的在家居士 本来就可以有家庭的生活 有妻子 他也可以有享乐 但是他断三节 但是在家人一般来说 在家人是最多最多到三果 是不可能正到第四果 可是出国二果 绝对也是有人正得的了 佛陀这样子开示的时候 这个阿里扎比丘 就是听得不完全不正确 他自己就简单的 这叫断章取义 虽然享受五欲 可是不妨碍修道 好好喔 享受这个色香 色身香味醋 享受这五欲 或者有人说财色迷十岁 享受五欲不障碍修道 他问题在哪里 他没有搞清楚 这件事情佛陀是为了谁说的 是在讲谁 佛陀是为了在家居士说 鼓励在家居士们 你们来学佛 做佛弟子 没有出家 也是可以做很好的弟子 你也不要担心 你在世间的生活 有什么呢 不好的 你还是可以有家庭生活 可以享受你的五欲 但是重点在修行 断烦恼 断三结 博三独 这是佛陀 为在家居士说的 结果这个比丘 就把这个说法拿着了 拿来说连出家也这样 这个就叫做错误的理解了 那所以就是有种种的不一样 在前面提到了佛菩萨一讲 众生的各个得其解 是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光脏般若里面 有一个说法这样说 为什么菩萨所演出音 佛陀所说的这些开示语言 天龙八步等等的听到了 也各个结了 各个就愿意顺化来学佛 最重要一个原因是 用大哀普等音 用大悲心 平等看待一切众生 用这样的心 因而就会有善巧方便能够做到 就像我刚刚所举例的那位老师 他有这个心 他知道现在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 程度有成词 我讲得浅了 程度好的学生被牺牲掉 我讲得深了 顾到那些右翼的学生 沉住他的同学听不懂 自暴自弃就放弃 他有这样子的大悲心 因此他在研究他的教学 用怎么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教材 众生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部分 愿意来再来继续学习 那主要就是来自大悲心 再来随机说成义礼 有第三个原因是经同论意 举例来说 我们三论中主要讲空 各个学派对于我空法 空的看法如何呢 又分成很多种不一样 第一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不 这是属于部派里的说一切有不 他们认为佛陀只有讲 人无我 这个法呢 究竟来说并不是空的 不彻底空 假设是中南印度的大众系的这个部派 他们主张 佛陀也说我空 也说法空 像诚实论就是这样一种主张 另外在大圣怎么说 余邪宗里面这么认为 小圣只说我空 大圣就说我法二空 中光宗又跟余邪又不一样了 他主要中光宗的主要是指 小圣也有我法二空 大圣也有我法二空 不过在中光宗里面还有各种各种不一样的派别 比如说轻辩论师 他也是认为小圣只误我空 大圣却是误得我法二空 而余邪论师呢 他主张大圣也误我法二空 小圣同样也误我法二空 其实中光宗也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以应老的主要的选择里还是以这个月成龙树的这个系统为主 大圣物我法二空 小圣同样也可以误入我法二空 这个部分呢就是寄宗里面的说明 波热本无二随机形有别 以及法性本无二随机说诚意 再来寄宗里说波热诸经论与此最亲切 什么叫做波热诸经论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再来为大家介绍 好那大家都很也很都很关心这个灵命中正念的问题嘛 关于灵命中随夜随息随念的这个呢 我举一个辟语来自南川阿比达摩里面的这个辟语啊 那个佛陀是这么说的 好像今天呢有一群牛 他们被养在这个牛栏的里面 对 那这群牛呢 每天到了晚上主人会让他们回到牛栏里面来睡觉 比较安全 到了白天天亮的时候 主人会把牛栏的门口打开 走出去就是草地 牛就可以到外面户外去吃草 那每只牛其实都很期盼着能够出去吃草 那在早上的时候 主人把这个牛的栏门一打开了 哪一只牛可以抢头香 最先出去呢 很可能是力气最大的那只牛 我就是力气大 我就把你们挤走挤走 我就是想要最先出去 你命中会随着什么力量而往生 第一 随你的业力哪一个业的力气大 力气最大的业 就会牵引推动着我们随他而去了 所以众业的力气大 众业有分成善的众业 或者是恶的众业 恶的众业不好的事情 怎么样是众业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等等 杀害自己的尊亲 长辈 这个恶业 众业 那什么是善的众业呢 善的业力哪一些业的力量大 修禅定的力量也会很大 禅定的功夫如果坚固深刻 那么会随着禅定的功夫 伸到禅天去 另外一个就是五戒跟十善的力量 在生的时候 如果能够持五戒 持十善 没有做这些重大 伤害其他众生的事情 随着五戒跟十善就可以投身到仁天 所以灵命中力气最大的牛 一早最先出牛栏 另外呢 再来随夜 再来一个就是随席了 主人呢 开了门的时候 今天不是力气最大的那只牛出去 是另外一只牛出去了 那他凭什么本事 他比得过这个力量最大的牛 这只牛是这样 他是一只乖乖牛宝宝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他每天早睡早起 早上起来了 他都知道主人大约在天色亮亮的 什么时候会开门 那这只牛早早起来 刷牙漱口了 打点好了 他就开始走向了这个门边 养成良好的习惯 因此主人门一开 他就顺着这样子的习惯了 就刚好他就知道 这个时候就要走出去了 随习 随着自己的习气 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子随之而去 那另外一种叫做随念 虽然这个人呢 也做了一些善恶业 可是力量还没有大到 让他绝对投身到哪里去 虽然这个人呢 也有一些良好的习惯 可是他离命中的时候 动的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呢 引发连带着的 这个念头 他就有一些积极的资良 这个念头就带着他而去了 谁念像是什么 今天呢 主人门一开了 那所有的牛都想要出去 大家挤来挤去挤来挤去 那这个时候呢 刚好有一头牛 也不知道为怎么样 他就刚刚好在主人开门的时候 他就刚好站在那个门边边 就刚好在灵命中要投胎的那个时候 那个念头就刚刚好在那个时候升起 这个时候随着这个念头 就带动了一些自己其他的种种的 善的恶的资良 就随着念头而投胎去了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也不是完全随夜随习随念 是各种因缘条件综合而成的了 那是怎么状况呢 门一开 大家挤过来挤过去啊 也不是力气大的牛最先出去了 好习惯的牛也挤不出去 那个就在门口边边的那条牛呢 他的也刚好呢 也被拐住了 力量也不够 就是大家七级八级 有一只牛 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他被大家推出去了 就是综合各种各种的条件 灵命中的时候 有这四种状况了 那有的时候如果说 不能够确定自己的正念如何 那么随习 随自己的习惯性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再举一个经典的故事 经典里面随着习习惯 平常养成良好的习惯 失罗其实就是失罗 善的习气善的习惯 曾经在佛陀的那个时代 有位老局士 他叫做摩赫南 摩赫南还壮年的时候 他就学佛 很认真 家里面事业也经营得好 家庭也雇得很好了 种种的事情 他都安排妥当了 到了年老的时候 他有一件事情 是这么担心着 那个时候摩赫南 已经很老了 他走路都歪歪颠颠的 要住着拐杖 几乎都不太出门了 那一天他想 我今天一定要去问佛陀 不然我不安心 他住着拐杖慢慢走 走了很久 气喘吁吁的 来到佛陀的跟前 佛陀说老局士 天气这么热 你怎么这么远 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摩赫南说佛陀啊 我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请问佛陀 我不问 我不安心 佛陀说你问吧 摩赫南说佛陀 我学佛以来 就照着您所说的 那家里面也都安顿的好 我也很认真的修学 可是我有担心一件事情 我担心就是死 其实死我是不担心 我是担心我死了以后 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就不学佛了呢 还是去哪里 我担心的是这个 他说佛陀啊 可是我死的时候 能不能有正念 我真的不知道呢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这么老了 我出个门 组着拐杖呢 走路都走不稳 站也站不稳了 我有时候出去 哪里办个事情啊 佛陀你也知道 我们这个城里面 然后年轻人都飙车 他们骑着马啊 或者是那个巷的车啊 都飙过来飙过去 速度很快 曾经有一次 我走在路上 就有人的这个马车 从我旁边过去 这个一阵风嗅过去 我就倒在那个烂泥浆里面了 自己起不来呢 后来还是有人 好心把我拉起来 佛陀我担心 我万一是这样死的话 我能不能有正念呢 我会投胎到哪里去 佛陀跟他说 摩赫南 你不要担心 根据我对你的了解跟观察 你长夜以来 你长久以来 都念佛念法念身 一直清净三宝 一直学佛 故意引导他 不正确的引导他 说这是什么 会影响他们的勾选 假设今天有一种 很特殊的味道 是科学家特别去合成 采集了成的 如果跟这个人说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花 这是这个花 有特殊的香气 先这样告诉他 实验的人呢 去闻了勾选出来 很香 很特别 很好 假设特学家跟他说 现在给你闻的这个味道很特别 它是某一种生物 经历到一个特殊的死亡的过程之后 分解所出来的味道 非常的特别 这个实验人去闻了出来 他一勾很臭很难闻 很不好的气味 我们会随着语言文字先入为主 假如说今天你会去拜访一个人 那个人你过去不认识 你先去跟你的朋友打听 那个人人怎么样好不好 人家告诉你了 这个人脾气不好 或这个人很好心 我们先入为主 受了语言的影响 那朋友讲的话对不对 不一定啊 也许这个人对你这样 对我不一定这样啊 所以能够从语言文字这个名 语言文字的这个假象的执着上面呢 解脱出来能够分别 名称跟它实际的内涵 不一定完全相应的 受假是什么呢 受假其实指的是和和 诸法和和 这个受也被翻成取 对一个诸法的和和的执着 像一个人是由五蕴和和而成为人的 像一间教室是有桌子 有椅子 有学生 有老师 有种种的设备 而成为一间教室的 教室是一个总和的名称 人是一个总和的名称 男人女人 第一教室 第二教室是一个总和的名称 它是由于很多的元素组合而来的 我能够去观察 一个法有众多因缘组合而成的 这么观察 受假 还有观察 一切法全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法假 能够这样去区别世俗的一切 区别世俗中间有一些是正世俗 有一些是导世俗 正世俗是基本上在世间 大家还认为是正确的 导世俗是完全是颠倒错误了 像网路假消息导世俗 那像每一次卫福部长都会发布正面的记者会 正确的消息 他所说的现在的肺炎进到了某一个状况了 有医学的根据 科学的根据 那真实的传递这样的讯息 大家接受认可的这个叫做正世俗 正跟导都要妥善的分别 那么诸佛依着恶地来说法 明明是要众生正德圣一地正德解脱 为什么又要来说世俗地 而且一整个寄宋都在说要分别世俗地呢 分别世俗地的重点在于这接下来 为了要能观圣意 世俗地就是随顺来观察圣意的 寄宋里面的圣意空观应老说 自信如何有 借由世俗地的观察 由正世俗 导世俗 由明甲 寿甲 法甲来观察 接下来一定会进入要更深入的来观察 世俗地的这一切有没有自信 自信如何有 有可能有自有自成的自信吗 由世俗地的一切法来观察 自信如何有 这么观就是随顺于正入圣意地的观察方向了 由世俗地来观察这一切法有没有自信 那由这样随顺而观 接下来来观察这个 这个世间这一切的这些理则 苦是因于烦恼跟业 或业苦 或业苦 或业又是由于心的分别 由于心的分别 虚妄分别不正思维 是来自种种的戏论 什么叫做戏论 把无常执着为常 把无我执着为我 就算我的脑袋瓜里面认为我没有这种执着 但是我的生活习惯 我的种种遇到事情的反应 其实内在都有这些执着在的 分别是由于这些戏论执着而来 戏论跟执着能够依着空而灭 这个是观空 那接下来的二空关门 就下一次再说 今天我们先从二地关门来开始来看 看怎么关 怎么修 整个的般若法门 它的修必须要有文思修正 文思修正今天已经提过应老的祭颂 宪正由修得修复由斯文 善有极多文实为会所依 这是他的修行的次第 般若学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依着缘起法来显出圣意地 法性的一种法门 它的基础是缘起法 无论世俗地或者是圣意地 都是依着这个缘起法而说 所以般若学的第一个重点 是依缘起法来说这个二地的教说 应老在中观论诵讲集里面讲 佛法是依着佛陀所绝证的境界 而开示施设的 佛陀到底是证悟什么呢 他证悟的是缘起的证法 佛陀证悟的境界 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示的 可是如果佛陀不用语言来说法 我们众生又怎么样能够去修行 能够进入佛法呢 所以佛陀的证悟的境界 虽然没有办法说 但是又不得不方便地来说 那方便地来说 要怎么说呢 中论就有这个祭颂 非常有名的祭颂 诸佛一二地 为众生说法 那二地 一以世俗地 二第一异地 佛陀说法 巧妙的方法 就是这二地 二地缺一不可 无论讲的是法甲诗色的这个部分 世俗的 无论讲的是胜意 空性的部分 这个甲诗色的世俗 与胜意的空性 都是依着缘起法来说的 缘起呢 包括了缘起的流转 缘起的反面 缘起的流转 因果的起面 这个是现象的表面 从缘起的缘灭里 如果深入来讲 这个深入究竟的第一异地 还是依着缘起法说的 这是什么 依着缘起的缘灭来说 缘起法的空极门 所以无论世俗地 无论圣意地 它所依的基础 都是缘起法 依着缘起法来讲二帝 依着二帝才能够讲这个 般若的法门 说二帝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能够显出 圣意的空性 这个圣意的空性 中观的法门 是一个随顺圣意地的法门 中观论诵 讲记里应老这么说 佛陀依着缘起来说二帝教 目的就在让我们 依着世俗地来通达第一异地 因为中论说 若不依俗地 不得第一异 依着缘起法 做寻求自信的圣意观 就是应老刚才的祭奏 自信如何有 事观顺圣意 这样来观 逐渐由事情的现象的表面 现象的因果生灭 深入现象内在的本性 它的内在到底有什么理则 有什么真理 这个内在的现象的本性 是什么呢 应老提到了 一切诸法皆无自信 无生无灭 本来极尽自信涅槃 这个经句来自解生秘经 解生秘经的经句 其实整个的典故来自大波热经 它完整的经文是这样的 一切诸法皆无自信 为什么无自信 缘起 无性故空 因为无自信 所以说空 因为空 因为缘起 无自信空 所以无相没有固定的相传 只有依着因缘 暂时性的表现出来 暂时的相传 而没有坚固不变的相传 无相故无怨 无怨不是说不发怨 这个怨是对于他的怨欲贪求 一切法既然是空 既然这个相也是不残久 不是坚固不变的 那么我们所贪着的男相 女相 或色身相位处法的种种相 还有什么值得我贪求去怨欲需求的呢 所以空无相无怨 无怨故 无身 对他没有怨欲需求 因此呢 一个法无身 无身故 就无灭 这个是在探究一切诸法的本来的本性 所以诸法的内在 其实无身无灭 本来极尽 自信捏盘 但是诸法的表面 依着因缘 却是生生灭灭 有生有灭 那为什么说诸法无身无灭 等到观空的法门 会再来依着龙树的八部来说 观生意空 还不只是观生意空 更要能够见忠道意 忠道不止空 它是包含着俗有真空以及中道 映老的中观经论说 探究 究极真理的时候 一定要用中观的方法 中观不只从形式上面的差别来考察 这些事项的表面 而是从内容的内在彼此的关系来考察 依着缘起法 缘起法 这一切法 相依相持相待 依着缘起又深入这些事项的本性 当缘起法来看这些 无自性的因果的事项的时候 从缘起到缘身法 缘起是理则 缘身是诸法的事项 色受想形式等等的这一些缘身的诸法 这样子的观察是随顺世俗的中观法 中观法 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是随顺圣意 这个就是从缘起去观察 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一个本性 观到了缘起的极面 这是随顺圣意的中观法 总之中观法是依着缘起法 随顺世俗观察 这四项表面的因果 但是这个因果无自性 随顺的圣意的观法 一样是观缘起 观缘起诸法 它内在的本性是无自性的 所以说这样的观会 顺着缘起的观会 刚开始还没有办法 真正观到了离言的中道圣意 但是这样观 却是正确的方向 来深入这个本性空极的圣意 这个是深入中道的不二法门 中道离一切相 但是呢 是成为成立缘起的特性 中道就是缘起的中道 唯有这个中观的方法 才是随顺于缘起性空 随顺于圣意地的方法 龙树它发扬的缘起空中道 这几个重点 以中为论 所以造了中论 中论里面最重要的八步 之所以步步步 就是因为缘起无自信 所以整个法门的大要是这样 再来我们来详细的来看 二空的关门 一样是依着缘起化 中观经论里面说 依着缘起而关空 所以中观中说 在一切的法里面 寻求自信的不可得 不可得 所以说是空 空性本来是一的 但是因为所观察这个对象 不一样 就分成人空跟法空的不同 如果去观察 有情自己身中内在的 这个自我不可得 叫做有空 观察一切法自信不可得 叫做法空 一缘起而关我法二空 就是下一个单元的 下一个部分的空观 现在是依着二地 来观察这个缘起的空 那我们还是先休息十分钟 我们就继续开始 我们课程的内容 这段非常的重要 所以先依着应老的说明文 来解说 那再来对照经文 那关于这个寄送的应老 这么样子的说的 诸佛就是依着二地 来为众生说法的 这二地法门 就是般若正观的法门 那为什么要说这二地呢 先来说这个世俗地 世俗地就是观察现实的世间 我们现实的世间 包括我自己的身心 还有呢 相对着外在的其他的众生 其他外在的世间的这一切 世间的这一切就叫做法 无论众生 无论法 对一般我们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啊 就是真的存在啊 而且呢 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因果的关联 那都有它因果的关联 因此在这里面都有它因果的关系 世间的学问 世间的伦理 世间的道德 也都是因为这样来施设的 佛陀并没有否定这个层次 这一切世间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山河大地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那现在呢 春天来了 那就看到 有的时候看到哪边的樱花开了 大家都看得到的 确实有这些东西 那有些东西呢肉眼看不到 可是科学家说有 我像现在的新冠病毒 然后就说科学家 医生把它基因定序 然后报纸或网络就出现了一个 怎么样的图片 它内在有怎么样的组成 那怎么样的原子分子等等的 这些是专家 是科学家 科学医器才能够看到的了 但是大家也认为这样子是合理的 这些都算是世俗地的说 又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肯定这辈子是有的 有人不肯定过去生 不肯定未来生 但是这辈子是大家都肯定有的 那么这辈子的怎么的过生活 怎么的读书 然后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基本上世间认可的 凡夫也都说的 这个叫做世俗地 世间的 那另外一个是在佛法里面 佛陀说的什么 佛陀说这个世间有欲界色界 无色界 佛陀说众生有六道 佛陀说有运处界 佛陀说有十二因缘 佛陀说有五运 六处十二因缘等等的 这些也都是世俗地的说明 所以世俗地是什么 世俗地是从他的层次 有浅到深又有所不同 从一般凡夫或认知的这个世界 还包括佛陀透过语言 来教导我们的这些内容 也叫做世俗地是世间的这一些 那么在这些世间里面 我们就要去深入地考察了 大家都说是真的 这就是真吗 你在网路上看到一个消息 一个人传 两个人传 三个人传 我朋友传 我家小孩也传 是不是就是真的呢 要去认证 要去考察 世间过去的人认为说 最小最小的呢 是直子 是原子 后来又发现有 有电子 有宗子 有瓦克 还有上帝粒子等等的 世间所认可的真相 也在不断地考察跟进步当中 在佛法里面 也说世间的真相是什么 是可以在考察的 大家一般人所认为的世间的真相 不一定能显出世间的真相 刚刚同学就有这么说 如果没有去学原子化 没有去学佛法 这个是永远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知道 这个佛法所说的这些境界的 那反而呢 一般的凡夫 都会受到自己的贪嗔痴的 蒙昧 自以为自己所认知的这些呢 是正确的 是对的 所以修学佛法要怎么做 要从现实世间去观察它 看到它错误的地方 不真实的地方 慢慢慢慢去考察出 它的真相来由世俗地 而进入圣意地 般若的修习 就是这样子由凡入圣的 但是呢 我们也值得要注意的是 说了圣意地 我们不要幻想说 它是完全脱离了 这个世俗地的另外一个东西 存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 为什么 因为圣意地 就是世俗一切现象 内在的道理 内在的理则 所以离开了世俗的这些现象 想要到另外一个世界 他方世界 去追寻另外一个圣意地 那是不可得的 所以才会说 若不依俗地 不得胜意地 那么基本上面 就是这样子的理则 以及这样的原则了 那么这个大的理则跟原则 还有哪些经论 有做了更详细的解说 我们来看 诸佛一二帝为众生说法的这一点 在摩赫般若经里面说 一位菩萨摩赫萨 他就是住在二帝里 为众生说法 哪二帝 一个是世帝 就是世俗帝 一个第一异地 就是圣意地 虽然 在这个二帝里 尤其从第一异地 圣意地来讲 众生不可得 刚刚同学有说了 这个都不可得 但是一位菩萨摩赫萨 行般若波罗蜜 他还是以他的善巧方便 为众生说法 既观到了空 又在这个空里面 能够善巧方便的说法 这个才是中道法门 中论的观四帝品里面说 诸佛一二帝为众生说法 一以世俗帝 二第一异地 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帝 则于生佛法 不知真实义 世俗帝者 一切法 都是无自信 空世间的一切法 无论人 无论法 都是无自信 而世间颠倒 一般人就是颠倒 错误颠倒的看待了 所以生虚妄法 于世间是实 以为人是实有 众生是实有 法是实有 佛法不是说没有 佛法说它是假有 因缘合合的假有 所以非实有 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因缘合合 而暂时性的 有条件下的 出现这个样子 这样的存在 那众生颠倒 无常直常 无我直我 苦直为乐 不敬直为敬 世间颠倒 所以把世间的这些 执着认为是实了 朱贤圣这个修行人 真正的知道 这些颠倒性 常乐我尽的颠倒性 所以知道 一切法皆空 一切法空 不生不灭 一切法皆空无生 对于圣人来说 什么才是真实 第一异地 才是真实呢 而颠倒的众生 以为世间的 这一些现象是真实 诸佛就依着这二地 而为众生说法 若人不能够 如实地分别二地 则对于圣生的佛法 是不可能知道 他究竟的真实意的 这是中论 就继承了这个 经典的说法 而这样说 有人说 何必要二地呢 二地是需要的 为什么 得解脱需要正第一异地 正第一异地 要来观察世俗地 所以这二地都是需要的 尊论的观世修品力 也有人这样说 假设有人说 既然第一异地 就已经讲到了 一切法不生 都没有所谓 这个一切法了 何必还要这个 俗地呢 加定的 加勒生 你都已经被 被人家观察到了 你这个无自信空 你不生了 那何必还要提他呢 龙树说 事意不然 不对的 这样看法不对 何以故 为什么呢 因为若不依俗地 就不得第一异地 如果不能够正得第一异地 则不能够得捏盘解脱 第一异 我们要去学习 他还没有正得的时候 都是因为读经读论 佛陀教导 老师教导 接音言说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东西 言说就是世俗 没有世俗 佛陀教我们去观察五蕴 观察六处 观察十二因缘 这都是世俗 如果佛陀没有教这些 佛陀也没有说 没有这个作为基础 怎么可能还有这个 照见五蕴 接空的接空呢 正是就现实存在的这一切 现实的五蕴去观察 才能够观到空 所以第一异皆因言说 言说是世俗 不依世俗 第一异怎么说啊 怎么去教众生去观呢 而如果不得了第一异地 怎么可能得到捏盘解脱呢 所以诸法虽然无生 不生不灭 而必须要有世俗地 跟生一地的二者都要 简单来说 世俗地就是基础 大致志论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比喻 叫做解开束缚的比喻 我们的贪嗔痴 爱等等这些烦恼 他有一个名称就叫做束缚 烦恼是束缚 如果一个人修行了 修到了 就可以解开这些束缚 得到了解脱 那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捏盘 对于那样的境界 给个名称叫捏盘 烦恼的束缚得以解脱 那个境界叫捏盘 更无有法名为捏盘 有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捏盘 你拿出来给我看 还是我钱给你 我信用卡给你 帮我买回来 还是电脑开给你 你去看哪里有 找出来给我看 有另外一个法 那个法可以拿过来 叫做捏盘吗 这个是捏盘 那个不是捏盘 捏盘就是在我们的身心里面 解脱了贪嗔痴 那样的境界叫做捏盘 而不是离开了这个身心 离开了贪嗔痴的解脱之外 另外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叫做捏盘 另外一个宝珠 另外一个神珠 还是另外一个境界 另外一个天国叫捏盘 是就我们的五蕴生心 解脱了贪爱等所有的烦恼 贪嗔痴已经止息了 安稳宁静 解脱生死了 那个境界叫捏盘 比喻来说有一个人 他就被别人用那个手烤脚烤住了 烤住了以后后来得救了 这个手烤被敲开了 背泻得脱 已经脱开了已经得救了 没有被这个烤链烤住了 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细论 细论也是嘴巴说的 也是心里面不正确的看法 现在 这是我的脚 现在那个是已经解开的脚械 他解脱在哪里 哪里是解脱 脚真正看到就在这里 那个脚靠也看到那里 就在那里了 脚在这里 脚靠在那里 他解脱在哪里 没有看到 解脱哪个东西给我 哪个东西给我看 看什么东西是解脱 这个人很奇怪啊 对不对 因为除了今天除了这个脚 除了这个脚械之外 哪里还有什么解脱的东西可言 是因为这个脚 把脚靠拿开了的 那个状况我们叫它解脱 不是另外还有一个状况 可以拿出来看 有一个东西叫做解脱 众生也是这样的 一心一心想要得捏盘 得捏盘得解脱 那想要追求这样的圣意地 可是奇怪啊 你离开了你这个五蕴 离开了对于五蕴束缚的那个穴 那些贪嗔痴 离开了这个 你去哪里 再去追求有一个法 叫做解脱呢 解脱的这个法 正是要在自己的五蕴身心 正是要在自己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上面 去观察 去修行 断了贪嗔痴 就自然得解脱 并不是在离开了自己五蕴的身心 以及离开了这个烦恼的观察 烦恼的断 断符之上 另外要去抓一个东西 叫做捏盘这样子的物品的 那因此要得圣意地 必然需要世俗地 因为要有世俗地的观察 由这里面才发现了 深入发现它最深最究竟的道理 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 空并不是离开这个法 另外有一个东西 它就是观察这个世俗的一切法 基于缘起而流转的内在 也会基于缘起而还灭 由这个缘起的还灭 而误入了这个空的空极性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假设有人不能够了解 这个正确的步骤跟观念 不能够正确地来观空的话 反而会被空间所害 不正观空就是不能够掌握 要依着世俗地来观 这个就是不正观空 不正观空就是观空学习了空 就完全否认世间这一切如幻的假有 这些不存在没作用 不用在乎恶取空 错误的只取了空 没有这个站在中道的立场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观空 这样反而会被空这样的见解 所害了自己了 我在论典里面就有一个比喻 最常用的是抓蛇狱 中论龙树同样的观世地品里面这样说 不能真观空的这些人 其实根本就是顿根 他以为自己立根 观到了空 什么都空 什么都不存在 没关系 反而会害了自己 就好像我们说这个 放了太多的盐巴的那个乡下人 他只想要这个盐巴 只想要剥热 那他不想要行其他的五个菠萝蜜 不能够正观空的这个人 都是顿根反而会自害 他就好像有些人在学习一些咒术 学习一些特异的咒术 那没有学好 结果咒术反而害到自己 就好像有人想要抓毒蛇 结果不会抓方法不对 那假设有人 若人顿根 不善解空法 于空有失 所以空有过失 失去了这个正确的理解 而升起了邪见 就好像为了一些利益 去抓毒蛇 要来骂 要来做酒什么的 不能够散捉 没办法好好的捉住这个毒蛇 反而被毒蛇所害了 就好像有人学习咒术 想要一些神通 想要咬小鬼 欲有所作 结果没有学好 不能够散成 想要的没有办法成就 反而自己害了自己 顿根的 人观空法 也会像这样 那所以说 世尊知道这个法 空这个法 是甚深为妙的 并不是顿根的人所及 所以世尊 并没有要一开始就说出来 说出来这么深的这个空法 在十二门论的树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批语 这是怎么样的人叫做顿根 有所得 比如说有所得的大圣学人 有些人学大圣 可是这些人可能呢 他们又执着有所得 他虽然心里面相信 而且向往这个必尽空 可是他反而顿根自害 他空 结果就执着空 有所得 就好像不善咒术 不善捉毒舌 被自己的空剑 所残害了 在吴卓的顺中论里面 也有类似的批语 仆人不正见 少智固取空 不正见 只有少少的智慧 结果呢 还想要去直取这个空 学了这个空 反而直取了 智慧还不够 好像捉舌不尖 就好像咒不善成 关于捉舌的这个辟谕呢 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了 不善捉舌用来辟谕说 颠倒受解一击 文学学佛法学得不好 学颠倒了 就是一个不善捉舌的人 他的描述非常的生动 他说 辟若呢 有人欲得捉舌 于是呢 他就走啊走啊 看看哪里有舌 便行求舌 他寻求舌的这个时候 就走在了乡野的林间 看到了有一条舌很大 要抓 就前进了 以他的手 抓这个舌的中间的部分 他要 他那个 要抓对比例 舌呢 回举头 回转过来了 可能呢 就会 咬这个人的手 或者是脚 或伸起的其他的部位 他抓住这个中间 舌刚好转过来 咬自己 比人所为啊 他是想要捉舌 可是呢 不得此意 他没有学到真正的这个诀窍内涵 结果被蛇咬了 但受极苦 堂治疲劳 被蛇咬了 白忙一场 还生病 所以者何 以不善解取蛇法 他不了解 抓蛇有抓蛇的这个方法 没有学对药理 这像什么呢 就像有一些痴人 他学了佛了 他学佛了后 各个宗派里面 一学就要学最高的 要学大生 要学中观 要学三论 可是结果 颠倒受解 意极文 那学习这些经文 学习这些意理的时候呢 了解不正确 了解颠倒 那这个人呢 比因自己颠倒受解的缘故 就对于这些法呢 对于这个十二部经 或叫十二分教 我们前面有解释过九分教 就不多解释 简单的来说 把佛教的这些经典 意理呢 分成十二种类别 有的依据文体的格式来分 经就比较像是散文的经典 这边说的歌远就像是寄送 经典的最后会有寄送 有的是根据经文的 文章的体材来分 有的根据内容来分 是讲佛陀的因缘故事呢 还是对于法医 做广泛的讲解呢 等等的 分成这十二类 比真之此义 不受解脱之此义 这个人啊 他在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跟这个佛法的解脱相应 他只是呢 去论理这些义理 争论这些义理 彼所为支持法 他是想要知道这个佛法的 结果不得此义 没有办法得到这里面的药领 这里面正确的道理 但受极苦 堂治疲劳 他学了 他说不定比没有学还要糟糕 学了空法 结果学错了 说不定还更糟糕 所以则和颠倒受解法的缘故 那如果不颠倒受解法呢 正确的受解法 就像善解取舌法 中央函说 怎么样呢 是这个抓舌的正确的好方法 辟若如人 欲得抓舌 便行求舌 比求舌时 手里面要有工具 拿了一根铁杖 要行走在野林间 他见这个极大的蛇了 先以铁杖压比舌顶 铁杖长长的 先伸过去 把蛇的顶部 差不多紧的 蛇的顶的部位 压下来 蛇的最前面的地方压下来 手抓住他的头 这个笔蛇呢 虽然这个时候 蛇的头不能够返回来了 蛇一定会卷他的尾巴 笔蛇虽反尾回 尾巴卷过来 卷过来的尾巴 可能缠住了手足 缠住了身体 可是没有办法咬 因为那个头被抓住了 顶被压住了 这个抓蛇的人 这么抓就对了 比人所谓求取抓蛇 而得此意 他抓住了药理 不受疾苦又不疲劳 他善解取蛇的方法 所以就如同这个碧玉这样 我学法也要善解正确的道理 如是或有足性子 就是有这样子的局势 不颠倒 善受解 义及文 读经文 善受解 学习义理也善受解 也没有颠倒错误 由于不颠倒错误的缘故 对于这十二部教法 他为受解脱知此意 他学习这些义理 而是受持解脱的 那不是在这个经文的表面 争论啊 争论啊 知道这些疲劳 他呢 知此法 得此意 为什么呢 就是不颠倒受解法的缘故 我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佛陀说 我为如等长叶所说的这个法 法就像是一艘船一样 这个船是让我们度过生死的大海的 那么如果度过生死的大海 这个法也是要气舍的 它只是一个船而已 它是一个工具 这些经典这些文字都是一个工具 作为我们的基础 圣一地 它超过一切语言的 一切法 经典里的一切法 都是呢 因为世俗地而说的 并不是第一异地 在摩赫经里面呢 就这样说了 菩萨摩赫萨呢 以世地的缘故 来世导众生 这个世俗地 以及圣一地 无论有 无论无 这些呢 都不是第一异地 因为第一异地 根本不可言说 世地故 在世俗地里面会说 有因有果有果报 这样的说 并不是第一异地的层次 在第一异地的层次里面呢 就不可说因缘果报了 为什么 在第一异地里面 并没有实相 空 无相 无愿 也没有分别 也没有言说 那所以说呢 所谓的 无论是色法 色受想行事 乃至有漏法 乃至无漏法 所有的这一些 世俗所说的 所有的这一切法 他们都是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他们都是必尽空 无始空的 所说出来的 都是世俗地 我们现在认知的 都是世俗地 但是这一些 从这里面 我们去观察 去修行 从这里面 可以慢慢地印证 那个没有办法说的 第一异地 他的理则是这样 第一异地是最高的 但是又不能够 抛开世俗地 所以在世俗地里面 佛陀说的经典 全部都是世俗地了 这些语言都是世俗地 在世俗地里面 菩萨摩赫萨得 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在第一异地里面 不会这样说 第一异地根本不可说 而且第一异地里面 根本没有色 乃至没有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但是不可说的境界 要怎么说 只能够从世俗地开始了 所以一切法 都是以世俗地来说 并不是第一异地 在第一异地里没有语言 也没有这些法 可是印证第一异地 却是需要 透过世俗地的这些 所以世俗地 所以说了这些法 并非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超过一切语言 超过一些论意 超过一些音声 那所以世俗地这么重要 我们就要特别的了解 世俗怎么一回事 怎么样才可以由这个世俗 深入其中的真理 进而随顺于圣意地的关会 在世俗地里面 第一件事情 正导善分别 世俗是假施舍的 由明言世所事 明假 受假 法假 这个正导善分别 在印老的中观经论里面 有这样说 什么是世俗地 观空其实是属于 圣意地的智慧 但是建立缘起 能够了解缘起 却是我们有漏心事的 这个明言世 依着圣意的智慧来说 严等这些非量 可是世俗 缘起假明的一切法 是依着世俗的明言量 而假力的 这个是依有漏的心事量而成立的 不能够因此说 一切不成立 世俗的一切 是依着有漏的心事而成立的 所以世俗的假施舍 是由明言世所事 那什么叫做明言世 就是我们世俗的心事 这个华语集里面 印老就这么说 什么叫做明言 明言世的明言 我们心里面的活动 不过就是明言 比如说说话 我们讲这个红 那个绿 讲这个是口罩 然后那个是什么东西 一个名词一句话 这个就是明言 那我们内心认识的什么 也像讲话一样 我们的思想 其实就是一种 没有声音的语言 内在的思考的概念 语言只不过是 有声音的思想 所以世俗的心事 就是明言世 我认识到的 圆的方的 红的绿的 就算没有讲出来 这些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认识的 跟我们嘴里说的是一样 但是问题在于 我们以为 我的心认识到了这个 客观的 红的 圆的东西 有一个客观 真实 不变的 红的 圆的 那个东西 在外在 是外面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们的认识 只是我们内心的 明言的活动而已 这个叫明言世所事 一般人的感觉里面认为 这个东西就是实在的了 存在那里了 实在的红的 实在的东西了 可是 呈现在认识中的对象 都是明言的作用而已 心只是虚妄分别 佛陀所说的这个 生死法 只不过是虚妄分别而已 这个虚妄分别 一方面显现的能取 一方面显现的所取 都不外乎名言而已 那么这个角度的观察 其实是跟维世的观察 比较相应的 维世观察这一些 对于外在的这一切 都有内心投影的成分 我讲的保留一点 这样讲比较大家能接受 外在一切都有我 主观的成分 投影上去 所以 所以有人这么说 同样的这个美女 大家看到她都认为 这个美女 那个看的 觉得很称赞 很赞叹吗 不一定 那有一个 有一个人看到了 普通的人看 哇美女 好高兴今天看到美女 那另外一个女孩子 自己也很爱美的 自己就想要自己最美的 心里有嫉妒心的 她一看 你竟然还敢比我漂亮 丑死了 讨厌你 那如果是美女的儿子 看到妈妈呢 我的妈妈不管她 不管妈妈漂亮 不管妈妈丑 是我的妈妈 就是我最爱的妈妈 她看到是这样 那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批语 把它综合在一起讲了 假设今天来的是一只 很饿很饿的流浪狗 或者是一只很饿很饿的老虎或狮子 他一看 白白嫩嫩一块肉 好好吃 那假设今天来的又是个好色的男子 一看 哎呀大美女 然后如果能够得到他多好 假设今天一个比丘走过去了 一看 一排牙齿 对一排牙齿 全身白骨 不静观 白骨观 我们所看到 外面的任何的一切事物 都有我们内心 所投射的成分在里面 那维师学师讲到更彻底 彻头彻尾 全部是内心投射的成分 好 那这个这一点平常凡夫的心 这个就叫做 就叫做明言士 那么正世俗跟导世俗的差别 正世俗又叫做真世俗 世间成立它是真的 一般人 有知识的人 有智慧的人都认为 对是这样的 世间承认的 出世间的角度 可能会说 它还不是最究竟 它是世间承认 导世俗是就这个世间 也认为 那个颠倒 那个假的 那个假消息 怎么可能这样 颠倒 那个假的 正世俗跟导世俗 阅称的入中论里面 就有这样说明 望见有两种 一种是名利根 一种是幻根 名利根就是 眼睛好好的 眼睛很名利 那比如说 那幻根就是眼睛有病 比如说这样子 有幻珠根所生的事 有一些人 眼睛生起了病了 非文症 他就一直说 前面那么多虫 赶快把我把虫赶走了 家里怎么这么脏 一堆虫 有幻珠根所生死 他明明就看到了一堆虫 带善根视 许为导 善根视就是眼睛正常的人 他的胶眼睛正常说 你颠倒哪来的蚊子 家里干净的不得了 可是那个人 就是眼睛 非文症 他就是看到一堆蚊子 那无幻六根 所取义 那个没有病的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 所认识的这个世间 就是世间之所知 那么 这一些是世间成立是真实的 其他的就是有病的 不管这个有病 有的是眼睛有非文症 有病就看颠倒了 有的眼睛没有病 是心里有病 精神病 那明明没有的 他就幻想妄想 认为有了 那个有病的 这个世间都知道 这个是颠倒不正确的 那这个颂呢 就说了 正世俗 导世俗 这两种 在中关派里面的 阅称派里面说 静也有颠倒跟正 心也有颠倒跟正 他们都有个作用 作用各个不同 妄见呢 是什么呢 不真实的见解 名利根比喻说 眼睛没有异 这样眼睛没有壁 有幻根 就像说眼睛有异 白内障 非文症 秦光眼 善的根 就像是这个 名利根 有幻根 有这个非文症 所看到的呢 比起那个名利根 眼睛正常的人看呢 颠倒由胜 这个就叫做 倒世俗 正常人都知道 你颠倒啊 你眼睛有问题 要不就是你精神有问题 那名利根 所看到的境界 那还是有错乱 但是是从圣人来看 他还是有无名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世间人来说 这个人所看到的是正常的 是正确的 叫做正世俗 就是有正世俗 有倒世俗 那无知的 这些外道们呢 他们 祭族种种的法 有自信 这样子呢 他们这个祭族啊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世间的人 小孩子不懂 这个魔术是在变化 变变变变出来 他以为呢 这个是真的了 那这个就好像外道呢 祭族一切法 有自信一样 我看过一个小影片 很好笑 他说变魔术很厉害 你需要的变魔术的道具 总共只有 一个纸杯 一个橘子 还有一个智障的朋友 那小男生就变魔术 给他女朋友看 那哪个纸杯 就套住了橘子 看 诶 纸杯 两个纸杯 一个有橘子 一个没有 然后这个小男生说 我要把这个橘子 变不见了 他就把那个有橘子 那个杯子呢 举起来一看 他橘子没有了 他女朋友 拍拍手好厉害 其实是什么 他用手把纸杯夹紧了 橘子被他夹起来 背口向另外一端 女朋友一看 没有橘子了 好厉害 然后他说我要把橘子 变回来了 变变变 再轻轻的杯子抽起来 橘子又在那里了 他女朋友好棒 变魔术好厉害 所以变魔术需要两个道具 跟一个智障朋友 那变魔术呢 那女孩子不懂的 以为这个魔术是真的 就像这个幻世 就是魔术是所变的这个 他以为这是真的 外道执着自信 就像是这样 被这些所广阔了 因为真的很像是有啊 确实是有这些痕迹在啊 那路中论讲记里面 法真法是说 外道被无名的睡眠所扰害 他们可能认为自信是有 有人认为灵魂是有神我的 有人认为有一个天神呢 是造物主 是世间的主宰 像大智在天 或者是梵天 或是皮纽天 认为有这个长衣主宰的神在 他就好像一个愚痴的人啊 对于魔术师 魔幻变出来的这个像 变出来的嘛 以为真的有那个像 真的有那个马 他对于羊雁 以为那里真的有那个水 就好像我们夏天开车 在马路上 看到前方好像有积水 车子开过去了 马路干干的 那个是水气造成的影像 那个是羊雁 没有水在那里 于是人共知虚妄之事 大家都知道这个虚妄不真实啊 那你竟然既值它为真实 这些现象对于世间 也不认许它有的叫做导视俗 你颠倒 你腰部就是你眼睛有问题 不然你心里有问题 不然你思想有问题 不然你智慧有问题 导视俗经常在辟语里面 空法的十种辟语 会用这个来作为辟语 因为空要怎么辟语 难以辟语 只好用世间人会执着的 可是世间人又经过了观察 也能够了解世俗真相的 用它来作为辟语 我像水中之月 小孩子不懂 想要去捞 水里面有个亮亮的月亮 我要去捞 水里什么都没有 那大人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 这只是水中的影哲役 并没有真实的月亮在那里 小孩子那个叫做导视俗 大人叫做正视俗 因为空太难讲了 所以如果要辟语的时候 就拿这个导视俗来辟语 世人所执着的这些法 所执着的正视俗 所以摩赫金 摩赫波瑶金里面 结了诸法 如幻如燕如火焰 火焰因缘合合 火焰不在的时候 火焰跑到哪里去了 那火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有一个火焰躲在火柴盒里面吗 躲在打火机里面吗 没有一个有自信的火焰 躲在打火机里面 但是当我们打火机一按 石头跟那些油 经过了摩擦热度 又有空气 众多因缘就生出了火焰 当我打火机不按 因缘不合合了 火焰消失了 并不是一个有自信的火焰躲在打火机里 也不是一个有自信的火焰 当打火机关了以后 有自信的火焰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它是因缘合合而来的 用这个来比喻空 用这些火焰大家都知道 这个没有完全实质的信物 没有办法把火焰收藏起来 它不是一个实质的物体 大家都了解 用这个来比喻 比喻这个空 用这个导释书 所以结了诸法 如幻如燕 像水中的月亮 又像虚空 又像整个一个虚空 像响又像回音 又像前踏跛成 就是海市蜃楼 我在海上因为沙尘 太阳等等的关联 就好像做梦一样 好像人的影子一样 人的影子因为太阳照下去有人 所以影子就跟着我们跑了 当这个时候我走进室内 这个时候没有太阳光照了 影子躲到哪里藏起来了吗 影子是因缘合合而出现的 因缘不合合 因缘散灭 影子自然就没有了 影子自然就灭了 生命 真实的生命就像是这样而已 因为因缘合合 因为十二因缘 因为有腹肌母血 有我们过去的夜跟烦恼 因而就有这一期生命的出生了 这是因缘合合 这个生命的本身 并没有恒常 有自信 有主宰的存在 并不是生命的 在这期生命之前 有一个我的生命 藏在哪里 藏在哪个盆子里面 藏在哪里 然后不一下就出现的 这期生命的结束 也并不是一个有自信的生命 又跑到哪里躲藏在哪里了 他又随着因缘去投胎 这是众多因缘合合 就像影子一样而已 因缘合合而生命 又好像镜子中间的像 那镜中像我们之后会再举解说来说明它 镜中的像是因为有一个人 有一把镜子又有光线 才现出那个像来 但欠缺的因缘就没有这个镜中像 镜中像并不是有一个像 躲在镜子里面有自信 很常存在的 那好像画画就是神通变化的 那就种种的这些来辟喻 辟喻这个空 关于甲又分成了明甲 受甲以及法甲 这个出自摩赫波罗经里面的佛陀说 菩萨摩赫萨要行般若波罗蜜 就应该要学习什么是明甲 什么是受甲 什么是法甲 甲施舍就是甲利 甲施舍就是甲利的意思 一个菩萨要能够观察 从这三个角度三个层面 去观察一切法 因缘合合 甲有实无 甲有实无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随着因缘合合 而如幻如画的 暂时性的成立而已 我们今天先看一个明甲 在明甲里面最重要的是去注意 明与意不一定相应 要迫使以明为实的执着 那好像讲过那样的例子嘛 牛肉面没有牛肉面 比较真实 太阳饼里面有太阳吗 老婆饼里面有老婆吗 那据说有个大学教授呢 他想要研究师要申请一台冰箱 补助他们那个细所里面 他写冰箱审核都不通过不通过 最后教授气起来他写 我申请要购买一台 专业温度调节柜 对就通过了 所以是个辟域 对于层次深浅作为辟域 看到水水院没有办法看到自信甲 一定要观察五蕴、十二处、十八切、缘起 由这里观才可以看到自信甲 所以那个只是一个名言的辟域 而不是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还是要 不依世俗地、不得胜一地的 对 就要实际去修 所以《般若经》里面 我来看这个辟域 这个说明 譬如说 我 这个字我 这个我 明和何故有这个明 这个我呢 不生不灭 这个名称 只是世间的名称来说的 不当我像是这样的 众生像 受者像 或者叫做命者、生者、养育者 叫做作者等等等等 所里的这些 都是世间名字 才来说他的 才来说有这些人 有这些现象 他的本质 因缘和何 无自信 无自信固空 无自信空 所以他其实没有自信的生 没有自信的灭 他有依着因缘的生 有依着因缘的灭 但是没有 不可能有自信的生 不可能有自信的灭 所以他的无自信空来说 他是不生不灭的 从这个名称跟真实的内涵 要能够去对应看 像比如说我们就随意说 一个名称 你做总统 你哪些行为表现出来 你像个总统 你做市长 你哪些行为表现出来 你是个市长 那有没有落跑 名跟义要有所相应 能够知道这个名 以及义之间 他们之间不一定是完全相应的 从对于这些的执着里面 能够解脱出来 那这一点是对于 世俗地的最粗浅层次的观察 观察他的名甲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周再来继续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回向 大家请合掌 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 所有众生类就尽得成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